不同的孩子们其实拥有不同的潜力和创造力 其实他们需要的是适时的开发 以及供给他们发挥长才的舞台 像是三重青少年基地开办的木工课程 就让不少孩子看到自己的长处 从中建立自信 基地里的猫咪袜子悠闲的在猫屋里走来走去 还不时好奇的从洞口探出头来 这些造型可爱的木造猫屋 全都是基地里这些孩子们的爱心 基地的孩子都很喜欢猫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可以喂猫做一件事 就是好像除了平常就摸它 然后帮它就是梳毛之外 然后喂它吃就没有别的事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 刚好寒假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两天的下午 就是邀小孩来做这个猫窝 那这就是让小孩自己设计 手工打造的猫屋其实已经是够可爱的了 但孩子们就是想要再更好 利用木工课程所学习的技巧 这天柏杨硬是要再加上他最爱的苹果图案 能够亲手完成一件作品 带给他满满的成就感 兴趣吧 是有兴趣而已 然后以前小时候有做过 也是木工的东西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有 除了猫屋利用木工课程 孩子们还制作了许多实用的小文具 学校里头学不到的是 在这里孩子们发现自己 其实拿手的还真不少 天外天新闻 方健凯的美会三重采访报道